在一片争议与焦虑中 成都混团世界杯名单终于浮出水面 王楚清 孙颖莎 王曼玉 这三位中国乒乓球界的顶级选手赫然在列 这一消息让那些心怀担忧的球迷稍微松了一口气 就在不久前 国乒经历了令无数人意想不到的低谷 亚锦赛惨败 令人不禁疑问 曾经无敌的国乒是否真的走向了下坡路 亚锦赛是国乒一度称霸亚洲乃至世界的战场 长期以来 中国乒乓球选手几乎无敌手 然而这一次战局完全出乎预料 国乒主力集体发挥不佳 令球迷的期待在瞬间化为失望与愤怒 曾经的冠军之师为何突然溃败 为什么如此熟悉的名字 却打出如此陌生的战绩 质疑的声音铺天盖地 社交媒体上 球迷的评论犹如滔天巨浪 刘国梁该反思了马林真的不行 该下课了梁敬坤太菜了 每一个字眼都带着刺痛人心的怒火 在这样的背景下 王储钦 孙颖沙 王曼玉等核心选手 接连退出比赛的消息传出 三大主力同时缺席国际赛事 这一情况前所未有 这不仅让人担心他们的状态 更让外界开始怀疑 国平内部是否出现了不为人知的问题 比赛的缺席 仿佛是球队深陷迷雾的一个信号 球迷们的失望和担忧可以理解 对于这支曾经无往不胜的队伍 失败似乎是一个无法接受的结果 而更令人担忧的是 如果这次失利并非偶然 而是实力下滑的象征 国平是否还能维持往日的辉煌 每当国平选手踏上赛场 胜利似乎成了理所应当 然而亚锦赛后 当成都混团世界杯的名单公布时 熟悉的名字再次出现在名单上 球迷们开始质疑 国平真的还有新的力量吗 尤其是南队名单中的 梁敬坤和林高远 这两位在亚锦赛上表现不佳的选手 再次被选入队伍 顿时成为球迷吐槽的焦点 有球迷调侃 国平这是无人可用了吗 难道真的找不到 更有潜力的新生代选手了吗 这样的疑问 在网上迅速发酵 面对国平长久以来的辉煌 人们习惯了看到新的希望和光芒 然而这一次 似乎新兴的光辉并没有照亮未来 取而代之的是经验丰富 却状态起伏不定的老将 其中最具争议的是梁敬坤 在亚锦赛中 梁敬坤多次失利 球迷对他的信任几乎消失殆尽 面对如此重要的世界杯赛事 为什么他依然获得出战的机会 这不仅仅是一个选手的选择问题 更是球迷对于国平整体战略的深切质疑 年轻小将林诗栋和宽曼虽然入选 但球迷们普遍认为 仅靠这两位年轻选手 还远不足以支撑未来的国平 就在亚锦赛女团比赛结束后 现场的球迷曾激动地要求马林下课 这位曾带领队伍多次夺冠的教练 如今成了球迷口中的罪人 尽管如此 马林依旧坚守岗位 成都世界杯名单的公布中 马林的名字依然在教练名单上 面对舆论的压力 国平的教练团队 似乎并未做出明显的调整 这背后的考量却不难理解 马林和刘国良等人 显然不愿因一时的失败 就彻底推翻现有体系 毕竟 任何体育队伍在国际赛场上 都不可能永远保持巅峰状态 大赛的经验 老将的稳健 这些都是教练组无法忽视的因素 而梁静坤和林高远的再次入选 或许正是出于对他们经验和任性的信任 作为一支长期以来的霸主队伍 国平的教练组显然明白 依赖新人承担全部责任 并非长久之计 在混团世界杯这样的重要赛事中 经验往往决定胜负 而不单单是年轻人的意识爆发 或许正是基于这种考虑 老将和新兴的搭配出现在了名单之中 即将到来的成都混团世界杯 不仅仅是一场国际乒乓赛事 更是对国平这支王牌之师的重新审视 从12月1日到12月8日 这7天的比赛将成为球迷 媒体和整个世界重新认识 中国乒乓球队的机会 这一次 比赛的结果不仅仅是奖牌的分配 更像是一场对于国平未来的投票 球迷们的期待已然超过了比赛本身 亚锦赛的失利 不仅仅带来的是成绩上的挫败 更多的是信心上的动摇 作为一支长期以来被视为无敌的队伍 国平背负着巨大的压力 胜利是必须的 失败却容不得再一次发生 在这样的背景下 王楚钦 孙颖莎和王曼玉的参赛 无疑是给球迷的一针强心技 他们是目前国平中最具实力的选手 是战胜任何强敌的有力保证 尤其是孙颖莎 这位年轻但经验丰富的女将 已经多次在关键时刻扛起球队 带领国平走向胜利 而王楚钦 这位男队的顶尖选手 则是对抗其他国家强劲选手的绝对核心 他们的回归 意味着国平并没有就此退缩 反而在积蓄力量 准备在这场世界杯上强势反弹 成都混团世界杯的名单中 除了备受瞩目的三大主力 还有两位新星 林诗栋和宽曼 他们的入选 承载了球迷对于国平未来的期望 林诗栋 这位年轻的男单选手 正处于职业生涯的上升期 而宽曼 这位女单新星 也已经多次在国际赛场上 展现出了超乎年龄的稳健表现 而年轻选手的崛起 并非一蹴而就 尽管林诗栋和宽曼 在国内赛场上已经展露头角 但在国际大赛的高压环境中 他们能否承受住压力 依然是一个未知数 世界杯的赛场 与平日的比赛完全不同 这里的每一分 每一个回合 都可能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 面对全球顶尖选手 年轻的他们能否稳住心态 是球迷最为关注的焦点 另一方面 梁静坤和林高远的再次入选 也意味着国平教练组 依然看重他们 在关键时刻的发挥 老将的经验 心理素质 对比赛节奏的把控 都是他们在世界杯舞台上 可以发挥的优势 正因为如此 这次的名单 并非单纯的辛劳更替 而是一种平衡的选择 成都混团世界杯 不仅仅是一次比赛 它承载了太多的期待 压力和希望 每一个国平选手 都背负着无数球迷的梦想 每一次挥拍 都可能决定国平未来的走向 球迷们渴望看到 国平再次战上巅峰 而选手们也深知自己所肩负的责任 这不仅仅是对手的挑战 更是对自我的挑战 在这场即将到来的赛事中 国平每一个选手 都需要全力以赴 打破质疑 迎接未来 此外 10月15日 国际平联公布了 最新一期世界排名 这一排名 不仅重新点燃了球迷的热情 更引发了关于国平的统治力 是否依然稳固的争论 或许在一些人眼中 王储钦近期的表现 让他的世界第一看上去缺乏分量 但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当我们将目光 放到更广阔的赛场上 答案或许并不简单 王储钦一个年少成名的天才选手 自他在2019年 一举斩获多个大赛冠军后 便成为国平未来的希望 在刚刚过去的周期中 他更是凭借沙特 以及新加坡大满贯赛的双贯荣耀 牢牢占据了世界第一的宝座 这两个大满贯赛 并不是轻而易举能拿下的赛事 他们不仅仅是比赛 还是最顶级球员的试金石 每一个冠军背后 都是无数个日夜的拼搏 是对自我极限的不断挑战 世界第一的头衔 不是凭空而来 而是通过一次又一次 站在乒乓球世界的最顶端获得的 可以说王储钦当下的世界排名实至名归 不过光环背后的压力也逐渐显现 随着巴黎奥运会的临近 王储钦在几场关键赛事中表现欠佳 面对瑞典的莫雷加德 直步32强的失败 无疑给他身上的压力加重了一层 他接连输给林诗栋 林德 吴俊成 这些失败并不是小打小闹 而是让整个世界开始对他产生疑问 许多人甚至大胆断言 王储钦的时代要结束了 质疑声逐渐升高 世界第一没有含金量的话语不绝于耳 与此同时 一位年轻的力量正在悄然崛起 林诗栋 这位国拼的后起之秀 如闪电般冲击着拼弹的巅峰 他在阿拉木图 澳门 中国大满灌赛接连称霸 连续三战男单冠军的佳绩 让他从一位默默无闻的少年 变成了世界拼弹 不可忽视的强者 林诗栋的排名一路攀升 不仅超越了樊振东 更直逼王储钦 他的每一场胜利 似乎都在宣告着一个 新的时代正在到来 这个时代的关键词 不再仅仅是王储钦 而是王储钦与林诗栋的较量 国拼内部的竞争 比外界所见的更加激烈 世界前五的排名中 国拼几乎包揽了所有席位 王储钦 林诗栋 樊振东 梁敬坤 马龙 这五位顶尖选手 让整个世界拼弹 感受到了国拼的强大压力 每一个名字的背后 都是多年的积累与拼搏 年少的林诗栋 不断突破自我 逐渐成为国拼的第二人 而老将马龙 凭借顽强的任劲 仍然站在世界的顶端 与此同时 林高远则位列第九 依旧保持着良好的战斗力 这种内部竞争 不仅是对球员个人能力的挑战 更是对整个国拼团队的锤炼与考验 但所有的光辉背后 压力总是并存的 对于王储钦来说 他不仅要面对来自外邪球员的冲击 更要承受队友们的步步紧逼 尤其是林诗栋的迅猛崛起 仿佛无形中给他施加了巨大的压力 王储钦曾经说过 乒乓球并不仅仅是技术的比拼 他更是一场心理战术的较量 当压力袭来 能否稳住心态 找到突破点 才是最终胜负的关键 每一场比赛 对于王储钦来说 都是证明自我的机会 或许 正是在这些挑战中 他才能真正完成蜕变 而在这个过程中 他需要的不是外界的冷嘲热讽 而是更多的支持和理解 作为世界第一 他肩负的责任不仅仅是胜利 更是对国平荣耀的守护 相比男单的风起云涌 女单赛场显得相对平稳 国平依然牢牢占据世界前四的席位 孙颖莎 陈梦 王曼玉 王毅迪几乎无人能撼动 然而 这种看似平静的局面下 也潜藏着波涛 孙颖莎因伤退赛 这个原本 稳居世界第一的女将 不得不暂时让出赛场 陈梦 王曼玉的缺席 使得外界对他们的状态 充满疑问 尽管如此 排名数据 没有显现出太大的波动 但每一场未能参赛的比赛 都是外界球员们 试图拉近距离的机会 尤其是亚锦赛 女单冠军金琴英 她的名字一夜之间成为了 拼弹的热门话题 她凭借在亚锦赛上的经验表现 世界排名大幅攀升 足足上升了452位 跃升至第57名 这是她职业生涯中的一次巨大突破 也意味着外界选手正在快速崛起 对于金琴英来说 虽然她的排名暂时还未进入前十 但她的实力和潜力让人不容忽视 而在这其中 早天希娜依然是国拼最强的外协对手之一 她稳居前五 成为中国队在未来赛事中必须重点防范的选手 张本美和伊藤美成的名字同样令人关注 这三位日本女将组成的日拼铁三角 是国拼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 他们每一次的进步都在缩小与中国队的差距 世界排名是一把双刃剑 她既是球员实力的体现也是短期内状态波动的反应 当我们谈论排名时 她不仅仅是一个数字 而是球员过去数月甚至数年内所有努力的综合体现 每一个积分的背后都是无数个比赛日的拼搏和汗水 然而排名不能定义一位球员的全部 也不能决定未来的胜负走向 王楚清的世界第一不仅仅是一时的荣耀 它是她过去一年稳定发挥的证明 而林诗栋的崛起则是新生力量不可阻挡的表现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国拼家们有什么想说的吗 欢迎评论区留言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